这个牙医在水槽掏出了一条条像豆芽般的长条生物 还在不断蠕动 难道是病人吐出来的 他突然想到了啥 回到办公室比对了 就诊患者的X光片 好家伙 这团豆芽 竟然是牙龈里长出来的 可明明在检查时 男人的牙齿非常完美 连一颗虫牙都没有 本着对病人负责的心 牙医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 资料上说这是一种 名叫牙虫的寄生虫 感染之后 他会先在牙龈生根 再顺着眼睛进入脑髓里 回到医院后 牙医发现男人已经来了 顿时有点慌张 毕竟是寄生虫 他也怕感染 他敲打玻璃 让护士也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加强防护 可护士以为这就是平常的手术 让他别忙活了 赶紧进来 早结束早下班 牙医只能麻着胆子 戴上双虫口罩和防护镜开始了手术 牙医用颤抖的手划开男人的牙龈 刚用镊子取出了一点牙虫 男人瞬间就开始发狂 牙虫们好像感受到了威胁 开始疯狂往男人的脑子里钻 下一秒 男人对着牙医的脖子就是一口 然后又扑向了惊慌失措的护士 被吓掉魂的牙医连忙逃到隔壁 他摸了一下伤口 此时牙虫已经钻进了他的身体 紧接着 牙医感觉牙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为了活命 他只能拿起钻头 对着自己牙龈塞进去 可就在这时 牙医发现护士像丧尸一样 爬到了玻璃门上 显然牙虫也控制了他 随后 牙医眼睛开始剧烈疼痛起来 他跑到镜子前 果然牙虫已经钻到了眼睛里 没一会儿 牙医的身体也开始抽搐 最后 这个诡异的假人 突然僵硬地扭过头 用空洞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小帅 小帅瞬间被吓呆了 把腿就跑走了 说来也巧 小帅刚刚应聘上 一家假人模型公司 这天他和领导一起整理仓库时 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假人 那诡异扭曲的姿势 吓了他一大跳 可领导却冷静地说道 这是瑜伽馆的模型 没啥大不了 小帅也没在乎了 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可他刚离开 扭曲假人的头突然一歪 像是盯上了小帅 第二天晚上 他和领导又来到仓库清点数量 刚打开仓库门 那个扭曲的假人 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吓得两人落荒而逃 小帅下班走出地铁站 因为刚才发生的怪事 心有余悸 他警惕地观望四周 下一秒 他看到了熟悉的两人 没想到假人突然站起身 缓缓倒推着向小帅走 随后又将自己的三气氛 由头扭转转 猛逼的小帅吓得当场逃跑 而假人则以极其扭曲的姿势 穷追不舍 最后小帅跑到道路尽头 却发现出口 竟然被一堆假人堵死了 而背后的由头假人 假人紧紧地贴到小帅的面前 依旧死死地盯着他 小帅吓得使劲一推 假人摔倒在地 身体竟涌出了大量血液 小帅连忙跑开 可他不知道 由头假人望着他的背影 露出了圣人的微笑 跑着跑着 小帅觉得自己的身体 似乎越来越卡顿 低头一看 自己的手竟然开始塑料化 就在此时 和假人一起的男人 出现在他面前 小帅这才发现 这个男人竟是公司领导 但现在的小帅 再也无法询问男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因为他即将变成下一个假人 玩密室逃脱最怕什么 当然是遇到真的阿飘 这三人是韩国 密室逃脱界的密逃亡 他们收到一个邀请 挑战史上最难的密室逃脱 成功逃生便有一亿含源的奖命 三人进入密室 左右打探 下一秒 两人吓坏了 这也太逼真了 皮一男却毫不畏惧地上前一摸 只是道具而已 三人来到岔路口 白发妹和牛仔哥 直接分开寻找线索 皮一男抱怨 真是又猜又爱玩 一点都不听安排 他翻开一本书 里边有特别的箭头 就在这时 白发妹和牛仔哥 也个找到一扇门 但是都打不开 皮一男笑了笑 真是小菜鸡 接着就记下箭头的顺序 喊两人过来 没反应 只能撕下这叶纸 就在这时 牛仔哥强行转动钥匙 书柜竟然直直倒了下来 将它砸上 另外两人匆忙赶来 白发妹觉得太危险了 想要退出 可牛仔哥举着钥匙说 一个亿在向我们招手吗 三人继续前进 皮一男拿起钥匙和门锁的符号 仔细对比 和对一致后 三人顺利进入下一关 牛仔哥拉着白发妹赶紧上前 皮一男不屑一笑 他在原地观察 墙壁上挂满了巨幅画作 内容大多诡异恐怖 万件穿心的女子这幅 吸引了她的注意 皮一男看着花 若有所思 又低头瞅了瞅按钮 想按下却又犹豫 思考了一番 最终还是按下了 突然飞来一只利剑 射伤了她的脸 她赶紧掉头 阻止同伴按下按钮 白发妹感觉有液体滴在脸上 仔细一看 好像是血 再一抬头 上面竟是好多被截断的尸款 两人催促皮一男救他们出去 皮一男很无语 真是猪队友 她看看化作思考一番 然后掏出纸张 对应箭头的顺序找到目标 按下按钮 果然获得一把钥匙 可过来开笼子 钥匙却是反的 只能让他们等等 在两人热烈的目光中 皮一男打开了下一扇门 心里却想着彻底抛弃两人 毕竟独吞一元的诱惑可不小 可走近一看 里面一片漆黑 用手机照亮前进 一个眼睛中剑的人突然回头 吓得她向后摔倒 紧接着一双熟悉的长靴 白发妹正狠狠盯着她 再一后退 又撞上了牛仔男 皮一男抱着头看向四周 自己已经被包围 站在五角星的中央 仿佛是被祭祀的陷体 慌乱间 她发现一扇门 拼命拉开门把手 苍蝇乱飞 里面是无数的尸体堆起的小山 贪婪让他们永远困在这里 游戏最终失败 三人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三个故事都来自 2022年奇幻悬疑剧 首尔怪谈 喜欢的朋友多多点赞评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女人从古堡里 翻出一本老相册 照片上的人都闭着眼睛 女人疑惑地问管家 为什么他们拍照时都闭眼了 管家却回答 这都是一招 活下来的人 把死去的亲人拍下 用以寄托哀思 女人吓坏了 要管家把相册立刻烧掉 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住在古堡已经五年了 威廉古堡坐落于森林深处 四周烟雾缭绕 丈夫去前线打仗 从此杳无音讯 前几天晚上 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仆人们全部神秘失踪 女人只好发了招聘启示 在一个大雾的清晨 一家三口前来应聘 其中老奶奶当了管家 爷爷是园丁 还有一个雅女做庸人 三人发现女主人有个怪癖 大白天要把窗帘全部拉上 对此 女人解释道 是因为两个孩子都患有怪病 被阳光照射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管家发现两个孩子 其实都很健康 姐姐告诉管家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都走光了 管家好奇地问是什么 姐姐犹豫了一下 姐弟俩的争吵被母亲打断 让他们在各自的房间做功课 可这时妈妈突然听到 小孩的哭声 她以为是儿子怕黑 赶紧跑过去安慰 可是儿子却一脸无辜 啥玩意儿啊 俺哪有哭 妈妈十分疑惑 难道是女儿在哭吗 又跑到女儿的房间 奇怪的是对方也好好的 妈妈继续追问 女儿平静地说 女儿还说 小薇刚刚搬到枕 她爸爸是钢琴家 现在就在客厅 妈妈显然不相信 自己刚刚就在客厅 那里根本没人了 再说房门都上了锁 别人怎么进得来 她一边说一边转过头 却发现门锁已经被打开了 晚上 姐姐叫醒弟弟 说小薇又来了 还拉开了窗帘 弟弟吓坏了 姐姐却不知和谁吵了起来 弟弟要求姐姐不要再发出怪声来吓他 姐姐却继续说 母亲纹身赶来 一把抱住儿子 愤怒地斥责女儿 第二天 她发姐姐站着读圣经 可是姐姐却说自己明明没有撒谎 不需要神的宽恕 妈妈气坏了 想用绣花来平复心情 但这时楼上开始出现巨大的响动 连吊灯都晃了起来 女人一开始以为是庸人弄的 可以转头却看到庸人 正站在窗外说话 她只好亲自上楼查看 动静似乎来自储物间 她大着胆子走进去 果然听到了窃窃私语 噓 原来女儿没有撒谎 这个屋子里真的有别人 小女孩穿上迷你婚纱 戴上洁白头纱 开心地恳求妈妈 让她多穿一会儿 妈妈一脸慈爱地答应了 可等妈妈再次回头 却惊恐地发现 女儿的手不正常 怎么是一只老人家的手 妈妈慢慢走近 定静一看 头纱下 竟然是个老妇人的脸 她疯了般冲上去扯下头纱 可下一秒 出现在她面前的 竟然是女儿的脸 惊慌失措的女人突然想起 昨天女儿给她看了一幅画 对方说画上是自己经常在家里看到的人 画上有四个人 一家三口加上一个诡异的老妇人 而这个老妇人没有眼珠 恰好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妇人 女人开始怀疑家里 是不是闹鬼了 于是带上全家四处寻找 可是不管怎么找 都找不着 白天发生的事 让女人心里焦脆 她很想有个依靠 可只能抱着丈夫的衣物默默哭泣 就在她暗自流泪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了钢琴声 一打开音乐式的门 钢琴声就戛然而止 还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推在了地上 女人终于相信 古堡里有鬼 于是一大早 就急着出门 碰到园丁时 还让她搜寻 这附近是否有墓碑 然后就独自走进了 一片浓雾的森林 镜头一转 管家和园丁悄悄用落叶 将墓碑给挡住了 后来女人也没找到神父 倒是把失踪很久的丈夫 给找了回来 可丈夫也很奇怪 没有一丝高兴 反而一脸的悲伤 只在家睡了一夜 就说要再次上前线 第二天一早 女人刚醒来 就发现丈夫已经离去 她飞奔到门口 早已聊无人烟 可还没来得及难过 就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 等她赶到一看 所有房间的窗帘都消失了 女人把孩子们 带到地下室后 便气急败坏地 追问三个仆人 仆人不但没有辩解 态度还十分嚣张 女人用枪把三人 赶出了古堡 难道这一切都是 三个仆人装神弄鬼吗 这是恐怖片 大师温子仁 最爱的电影 小岛惊魂 听过人吓人 鬼吓人 可你见过人吓鬼的吗 故事发生在一个古堡内 女人赶走了三个 以确保家中再无鬼魂的存在 女儿和儿子因为她的癫狂 被吓到离家出走 可刚走到院子 就发现了三座墓碑 而墓碑上的名字 正是自己家 被赶走的三个仆人 一转头 白天离开的三个仆人 出现在他们身后 与此同时 女人在床下发现了一张照片 日期是1891 而照片上的死者 正是管家三人 他们是上世纪大瘟疫的遇难者 原来自己苦苦寻找的鬼魂 一直就在身边 听到孩子们的求救后 她又冲向屋外 魂飞魄散的姐弟俩 黑暗中 管家三人正慢慢走来 女人开枪 他们却毫发无伤 她只好丢下枪锁住房门 但是依然拦不住三个鬼魂 妈妈要孩子们先上楼藏起来 这时候管家却缓缓开口了 女人要求他们离开 管家却说 拆掉窗帘的人不是我们 我们也不是你的敌人 女人奔上楼 推开门 果然发现了女儿所化的一家人 而坐在正中间的 正是那个没有眼珠的老妇人 此时此刻 女儿就站在老妇人身边 老妇人问你们的妈妈究竟做了什么 只见女儿对她说了一句悄悄话 作为通灵者的老妇人醒来 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 而桌上的人继续讨论着 从前住在这里的妈妈发了疯 用枕头闷死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又用猎枪自杀 他们至今阴魂不散 看来这个古堡是不能再住人了 真相终于大白 那完惨剧之后 仆人们都连夜走光了 可是母子三人却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变成了亡魂 他们继续留在这座古堡里 直到新的家庭搬来 女儿由于拥有通灵体质 时常能看到新的家庭 不仅能和那个叫小微的 活人小男孩对话 甚至一度还附身到了 通灵老妇人身上 丈夫当然也已经战死沙场 她的游魂回到家中 却看到孩子们都变成了亡灵 所以她才如此悲伤地再度离开 而管家他们从一开始 就在找机会告诉女主人 无奈她太固执 迟迟不愿意接受真相 这时她才终于明白了 管家的良苦用心 电影至此结束 前面的剧情虽然些许平淡 但最后的反转十分惊艳 你能很确定自己的存在吗 你能很确定自己 没有死在某一个瞬间 你能很确定周围看到的人 都是活着的吗 哲学的存在观 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岛惊魂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飞机正在万米高空中巡航 突然窗外闪起刺眼的红光 血淋淋的掌印 一个接一个 印在了窗上 而最前方的空姐 却一点都没有察觉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十分诡异 突然间卡特惊醒过来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 周围瞬间恢复了正常 可下一秒 飞机又因为气流 开始剧烈颠簸起来 卡特连忙安慰女儿 但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老头被颠簸 吓得突发心梗 所有机内的乘客们 连忙跑过来给老头急救 作为医生的卡特 给老头做了人工呼吸 老头成功醒了过来 可他的眼睛却诡异的 变成了白色 接着突然起身 拉着卡特说了一句 听不懂的话 卡特吓得直接后退 可还没缓过来 卡特又看到了更诡异的一幕 这时在众人的控制下 老头也停止了挣扎 空姐摸了一下他的脉搏 老头已经停止了呼吸 被这接连发生的离弃事情 给吓到的卡特 连忙跑到卫生间 吃下镇定药 就当卡特又回到座位时 身后又出现了 一个诡异的声音 并且还呼唤起他 可卡特走过去 却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回到座位后 隔壁的乘客小帅 关心地安慰起他 但卡特却闭上眼睛 并没有回应 女儿让小帅不要介意 妈妈肯定想起了 以前小时候 坐飞机出的事故 那起坠机事件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一架即将失事的客机上 老婆婆嘴里念念有词 说着大家都听不懂的咒语 试图拯救这架飞机 很可惜他失败了 随着他的眼珠翻白 引擎一声轰炸 产生了巨大的火球 飞机高速砸向地面 但如此惨烈的空难 竟然还有生还者 他正是坐在老婆婆前坐的卡特 那年他只有七岁 转眼二十年过去 女孩也长成了女人 这天卡特带着女儿 乘坐飞机和家人团聚 可就在刚刚一个老人 因为新梗突然去世 离世前的眼珠 竟然变成了白色 卡特对小帅说 他一直怀疑 之前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老巫婆 而刚才老头突然变异的样子 跟老巫婆简直一模一样 他肯定是又来了 可奇怪的是 小帅却说他们 并没有看到老头变异 还安慰卡特先休息 而这边西服男和帽子男 把老头的尸体安顿好后 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帽子男一坐下 就开始在本子上画起画来 诡异的是 他画的是西服男在座位上抽烟 而下一秒 西服男居然真的 拿出香烟就要点燃 卡特看到想要阻止 西服男根本不听 就在点着香烟的瞬间 火焰竟然诡异地窜了起来 西服男瞬间就被大火覆盖 紧接着火焰里竟然浮现出了 老巫婆的脸庞 卡特愤怒地质问他 到底想要干什么 人赶来扑灭了火焰 但遗憾的是 西服男已经死了 此时卡特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 这一切的真相 他叫女儿乖乖听话等他 女儿把自己刚才 画的画给他看 画上正是他们所在的飞机 而他俩正坐在第十九排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 这并不是卡特和女儿的位置 就在这时 卡特突然看见了 那个黑色身影 于是连忙跟了过去 当他走到最后一排时 早已死去的老头 竟然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把抓向他 卡特被吓得 倒在了身后的座位上 下一秒无数双黑手出现 使劲抓住卡特的头 卡特看见这里正是十九排 接着黑手瞬间消失 还没等卡特缓过来 黑色身影又一次 出现在机舱对面的门后 卡特知道真相 已经离他不远了 这架飞机竟然闹鬼 只见这名乘客 被无数双黑手 按道在座椅上 他不断挣扎 却始终无法挣脱 逃无可逃 另一边这个空姐 嘴里吐出源源不断的水 用手捂住都捂不住 水流的喷射 吓得乘客连连后退 空姐不断的涂水 随后倒地不起 身体还不断的抽搐 渐渐的他停止了呼吸 眼珠都变成了白色 再次看到白色眼珠的卡特 夏德拉着女儿 就往舱门走去 这时他看见帽子男 正在快速画着刚才那一幕 卡特直接抢过画册 发现帽子男 竟然还画了他之前 被鬼手抓住的场景 卡特质问男人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他会预知未来 或者他就是罪魁祸首 可接下来 帽子男竟然直接化为了灰烬 崩溃的卡特连忙带着女儿离开 而小帅和空姐却紧追不舍 劝他们不要过去 空姐刚要解释 就被一股力量给吸走了 小帅头上也流出了大量血液 然后倒在了地上 卡特强装镇定 最后终于撞开了舱门 但过来后卡特发现 竟然还是飞机的客舱 卡特不信邪 带着女儿再次走了过去 可根本没有变化 不知走了多久 那个黑影终于出现了 卡特朝他跑了过去 就在这时 时间突然开始放慢 老巫婆现身 说出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卡特小时候的飞机事故 并不是他导致的 他的确是在念咒语 但目的是为了 让卡特陷入沉睡 因为飞机即将失事 巫婆不愿让这么小的女孩 绝望地面对死亡 而在这个梦境里 卡特能体验 不能拥有的生活 现在卡特找到了她 她不能再让卡特 维持沉睡状态 卡特即将从这美好的梦境 苏醒过来 在梦境的最后时刻 卡特抱住他一想出来的女儿 不肯离去 可是女儿却让卡特不要担心 卡特想到那话上 他们正处于飞机的19排 而鬼手最后把他 拉倒在19排 也是在传递19排这个信息 下一秒 卡特苏醒 接下来他必须 争分多秒先找到妈妈 然后去往19排 而此时的飞机 已经开始急速下坠 舱门更是直接破碎 乘客们陷入了莫大的恐慌 一个空姐更是直接飞了出去 卡特艰难地找到妈妈 连忙带他去19排 可因为颠簸 妈妈的头直接撞在旁边 昏了过去 就在卡特绝望时 小帅出现 把他们扶到了19排 可下一秒 卡特看着小帅死去 只能悲伤地流出眼泪 而此时 所有的乘客无一幸存 最后飞机坠入了水中 最后一个空姐 也溺死在了水里 唯有坐在19排的 卡特和妈妈活了下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第19排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正在卫生间喝水 但总感觉身后的浴帘里有动静 当他壮着胆子准备打开时 手机突然尖叫了一声 一切的故事都要从这款屁屁说起 三个小时前的聚会上 大伙不约而同地聊起一款超火的软件 据说他可以准确预测出 每个人的隔屁时间 几人决定一起下载看看 有的能活99年 有的66年 还有的33年 唯独小金 软件上显示时间只剩三个小时 大家看到他紧张的样子 开始起哄让他和男友自罚三倍 显然他们并没有 把这个死亡倒计时放在心上 聚会结束小金两口子准备回家 看到男友醉醺醺的样子 在联想到刚刚的倒计时 小金心里有点害怕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步行回家 拿出手机一看 上面显示还剩7分钟 在路上走着走着 他老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自己 可当他回头看时 却又啥东西都没有 应该是自己吓自己了 再一转头 前面突然闪现一个黑影 他谨慎小心地避了过去 而马路对面 另一个黑影正在慢慢消失 小金拿出手机 上面显示还有不到两分钟 他狂奔回家 随后锁住了大门 这时 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 因为害怕他选择直接关闭了手机 接着又来到洗手间 准备喝杯自来水冷静一下 突然身后的玉帘 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而时间刚刚好全部归零 与此同时 喝醉的男友也真的出了车祸 副驾驶被一棵大树刺穿 这就意味着 即便刚刚小金不回家 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暗示隔皮 想到那个倒计时 男人害怕了 因为软件显示 他的生命只剩下19个小时 他向护士小美倾诉了这一焦虑 因为女友的死觉不可能是巧合 可小美听完后 却觉得很幼稚并未相信 午休时 小美和同事聊起这个屁屁 不信邪的同事 立马下载了一个 手机显示还有53年 另一个同事则是57年 好奇心害死猫 小美也下载了一个 打开后上面显示 时间仅剩三天不到 小美虽然不相信 但还是有些隐隐的担心 第二天 男人的手术时间到了 他打开手机一看 只剩下三分钟 岂不是要死在手术台上 于是他起身打算离开医院 走到角落里 反光镜中出现了一个黑影 可回头一看又什么都没有 等他再看回镜子时 他转身跑进了楼梯间 就在这时 灯突然灭了 手机再次响起 时间只有一分钟了 接着楼道里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当他抬头时 女友出现在了眼前 手机跌落在地 时间也恰好归零 第二天小美照常上班 可听到男人去世的消息后 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因为她的隔屁时间也只剩下了两天 这个手机软件 据说可以预测 人的死亡时间 假如是真的 那么小美只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了 她既害怕又不敢相信 于是悄悄来到停尸房 找到了死去男人的手机 想打开看看 可手机需要密码 她尝试用男人的指纹 结果失败了 接着她又举起手机 对准了男人的面部 还是没有反应 没办法 她只能掰开男人的眼睛 一番操作后 终于打开了手机 倒计时归零时间分毫不差 回到家后 小美想删除 可不管是一键删除还是彻底删除 软件都是安然无恙 她越想越怕 干脆直接摔碎了手机 第二天她来到专卖店 买了一个新手机 可还没等她走出门口 那个APP又自动安装到了新手机上 小美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她倒车时 倒车影像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但回头一看 外面什么也没有 小美赶紧爬出了车子 被撞的车主下车后大声呵斥 这是一个黑人小哥出来帮她解了威 男人叫小帅 她拿出手机 上面显示还剩18个小时 原来她也是软件用户之一 两人同病相连 他们找到神父 在神父的推荐下 找到了一位驱魔师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 驱魔师表示 这种类似的事情 早在古代就有 只是那时的恶魔 是把时间写在小纸条上 传递给别人 随着时代进步 恶魔也与时俱进 研究出来了手机软件 只要找个电脑黑客侵入后台 篡改程序代码后 就可以解除倒计师诅咒 于是两人来到了手机店 在老板的帮助下 黑进了软件的后台 一串串代码上 显示着所有人的寿命 好心的老板 给两人各自增加了500年 无意之间 小美看到了妹妹的名字 时间比自己的还要短 见状 老板也给妹妹加了500年 今晚是关键时刻 两人很是紧张 熬过今晚就证明篡改有效 于是两人决定住在一起 半夜小美看到门口闪过黑影 她急忙呼叫边上的小帅 这时房门被打开 这是一款可以预知死亡的软件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难以逃脱死亡降临 只要倒计师归零 实用者就会离其死去 晚上小美醒来 发现门口有个黑影 手机突然又尖叫起来 拿出来一看 时间竟恢复了原样 只剩下最后四小时 小帅也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 小美立马想到了妹妹 接着三人一起找到了驱魔师 驱魔师说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破解 就是使用者先死或者晚死几秒钟 产生一定的时间差 诅咒就能自动解除 驱魔师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 只要站在圈里就没事 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方法有效恶魔果然不敢靠近 这时小帅转头看了身后 竟然是自己的弟弟 被迷惑的小帅走到了圈外 接着就被恶魔一笔转了 下一秒 小帅就被飞驰而来的汽车碾压 时间刚好归零 小美带着受伤的妹妹来到医院 这时 她看到了那个 曾经骚扰过自己的医生 想到她也是软件的使用者 如果她提前死亡 诅咒也能解除 于是小美使出美人剂 将医生引到了杂物间 趁其不被从后面偷袭 正当她准备拿着过量药剂注射时 恶魔突然出现 拉走了医生 她不允许别人打破规则 此时妹妹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 恶魔正要发功 小美果断拿起药剂 打进了自己的身体 提前结束了生命 死亡规则被打破 恶魔化为尘埃 就此消失不见 妹妹来到小美身边 发现她的胳膊上写着那落同三个字 原来小美准备好了解药 妹妹赶紧帮她注射了进去 最后小美在解药的作用下 终于醒了过来 时间来到一个月后 几人来祭拜母亲 可就在离开时 小美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2.0版本的 死亡倒计时软件已安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倒计时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女人正在撕脚皮 竟然连着扯起了一整块皮肤 她继续撕开伤口 露出到了木炭般的内线 而皮肤就像是塑料膜 轻而易举地就撕开了大片 再使劲一顿 整个背部就这样被剥离开来 弟弟从噩梦中惊醒 这梦境为何会如此诡异 就在一天前 双胞胎兄弟被爸爸送到了 许久不见的妈妈加过假期 两个娃兴奋地冲进妈妈的房间 想和妈妈来的爱的抱抱 可一进门 房间内光线昏暗 食物残渣随意放在椅子上 而走出来的妈妈更是奇怪 脸上浸透了一个绷带 语气也带着陌生的疏离感 就连对二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不和哥哥说话 只和弟弟交流 让兄弟俩更加奇怪的是 想要妈妈和以前一样 给他们讲睡前故事时 妈妈也选择了拒绝 更可怕的是 就在他们睡前谈论妈妈的变化时 妈妈就悄悄站在门口 偷听他们的聊天 白天兄弟俩想去仓库里玩耍 结果被妈妈抓出来 劈头盖脸的大骂一动 弟弟十分委屈 为什么哥哥也在 却只骂他一个人 哥哥却只是安慰他没事的 还给他细心的上好了药膏 因为白天的事情 晚上弟弟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再次来到了仓库 还看到了一滩干涸的血迹 接着就被一声枪声惊醒 掀开被子一看 自己竟然下尿床了 睡是睡不了了 他来到外面 发现这么晚了 妈妈还在打电话 假装什么 妈妈要假装什么呢 难道这个妈妈真的不是亲妈妈 弟弟连忙躲进了被子里 好在没有被发现 第二天弟弟把晚上看到事情告诉了哥哥 兄弟二人趁妈妈在客厅睡着 悄悄溜进了妈妈的房间 房间里窗帘紧闭 床头柜里也有很多药物 而兄弟俩的照片则是被反扣在桌上 接着弟弟又在垃圾桶里找出一张 被捏成团的纸张 打开一看竟是之前送给妈妈的花 突然妈妈推门进来 弟弟立马躲到了柜子下面 只见妈妈摘下了头上的头套 可还没等他们看到妈妈的脸 妈妈依然又照上了新的头套 随后妈妈在地上发现了 刚刚那副吊在地上的花 想都没想 就一脸冷漠地撕掉了它 妈妈的奇怪 让兄弟俩陷入了迷茫和无助之中 这时 哥哥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为了佐证自己的猜测 哥哥找来了妈妈以前的照片 然后偷拍了现在的妈妈 这一个对比 他们发现之前妈妈明明是绿色的眼睛 而现在的妈妈 眼睛却是蓝色的 不对劲的地方越来越多 这个女人真的不是他们的妈妈吗 晚上 弟弟躺在床上 重新看起了以前 妈妈温柔唱歌哄他们入睡的视频 正沉浸在幸福中时 妈妈却冲了进来 以为她拿着手机 是要和爸爸联系 拿走手机后 妈妈直接把手机给搅碎了 看着这个疯狂的妈妈 兄弟俩很是害怕 为了能让彼此睡个好觉 两人手拿完锯枪轮流守夜 半夜弟弟上厕所时 看见妈妈房门透出的光亮 又悄悄摸了进去 妈妈这时终于摘下了头套 正敷着面膜泡澡 弟弟准备趁他闭眼时 撕下他的面膜确认 只见弟弟慢慢伸手 弟弟转身逃回了房间 用柜子把门堵了起来 结果妈妈在门外 直接用撬棍砸坏了门锁 闯了进来 妈妈显然也是被逼及了 弟弟的这番话 把妈妈给气疯了 他拖着弟弟就来到卫生间 一把将他扔进浴缸 打开花洒就开始领他 还逼弟弟大喊十遍 你是我的妈妈 被关在房间外的哥哥 只能听着这一切 却帮不上忙 晚上弟弟做了个噩梦 他梦见妈妈 竟然脱下了自己的皮肤 变成了一个全身漆黑的怪物 被惊醒后哥哥认为 兄弟俩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决定带弟弟出去找人求助 可刚出门没多久 外面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他们只能找到一个 废弃的房屋躲避一晚 可没过多久 弟弟却发现哥哥不见了踪影 他拿着手电筒 在房子里不断寻找 黑暗中好像他又回到了仓库里 突然手电照到了玻璃上 赫然出现了一个手掌印 弟弟已经下得没火了 再一回头 弟弟惊恐地摔倒在地 不断往后退 眼看着怪物就要爬进屋里 突然弟弟就被人叫醒了 原来刚刚他还在梦境之中 眼前出现了两个警察 他们询问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随后两人将这几天的事情 详细地给警察描述了一遍 并说觉得那个戴着头套的女人 一定不是自己的妈妈 警察听完后 决定和他们一起回家看看 警察带着他们开车赶往了家中 可刚到家门口 妈妈早就摘下了头套 一脸焦急地守在了屋外 而那张脸确实也是妈妈的脸 警察进屋后 和妈妈交流了一番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就离开了家里 可重新回到家的孩子 却怎么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现在的妈妈看起来十分正常 和前两天的妈妈一点都不一样 两人正一谋的时候 妈妈又走进了他们的房间 见孩子不理他 妈妈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等到第二天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手脚 都被绑在了床上 怎么都挣扎不开 接着弟弟拿来那张照片 说你以前眼睛颜色不是这样 妈妈解释到那是因为带了美瞳 可很明显弟弟没有相信 他接了一桶水 直直地倒在了她的头上 同时还问他到底把妈妈藏在了哪里 见妈妈还在辩解 他又拿来了那幅被撕坏的花 并拿着那幅话说 你根本就不是妈妈 结果被绑在床上的妈妈 竟然哭了起来了 看着母亲弟弟有些犹豫 可哥哥却一直说他就是假妈妈 就在这时 那两个警察再次来到家里 被五花大榜的母亲拼命发出声响求救 可无外的警察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弟弟也将对方招呼走了 两兄弟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时 弟弟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他翻开妈妈的背包 竟然找到了一副绿色的美瞳 此时两兄弟的想法发生了分歧 弟弟推开哥哥的阻挠 飞奔来到妈妈房间 给妈妈解开了绳索 母子两抱在一起后 弟弟不断地和妈妈道歉 并说都是哥哥一直在欺骗他 做出这些伤害人的事情 妈妈也没有怪他 只是似乎若有所思 随后妈妈说我要你和我去个地方 两人下楼后 哥哥不见了踪迹 但妈妈好像也不担心 他提起油灯带着弟弟走出了门外 他们来到古仓 打开了上锁的大门 弟弟跟随妈妈的脚步走了进去 在妈妈的话语中 这个家庭的秘密被再次揭开了 原来弟弟身边的哥哥 一直都是他自己幻想的 当年兄弟二人在古仓里玩耍 以为枪里没有装子弹的弟弟 对哥哥开了枪 失手杀害了哥哥 从此弟弟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因为愧疚所以幻想出一个哥哥 想象哥哥一直还在自己身边 而妈妈在这场痛苦不久后 先和爸爸离了婚 接着又发生了一场车祸 痛失爱子和毁容打击 让他也性情大变 同时也忽略了弟弟的内心变化 可现在的弟弟还接受不了 如此惨痛的现实 这一次 弟弟又再一次失手 伤害了自己的至亲 妈妈就这样掉下楼失去了生命 弟弟走下楼 看着妈妈没了动静 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还没等弟弟反应过来 灯里的火种就点燃了干枯的稻草 他独自跑了出来 而身后的骨仓 已经变成了熊熊火焰 没多久就坍塌为废墟 弟弟看着眼前的大火不知所措 等他再一转头 身后赫然站着死去的妈妈和哥哥 他们微笑地看着他 妈妈将他再次温柔地抱进了怀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改编自奥地利同龄电影 但原版的很多大尺度镜头都已经删减 规避了一定的暴力血腥 更倾向于美式的温情惊悚 靠反转的探索来引领剧情 看完后小编想说 片中创伤后的治愈 提醒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否则将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叫做晚安妈咪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